HELLO,小市折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假日舅妈露露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富士山最强玩法 入住浅间NOW AN三天两夜搭配日本露营圣地招物高原FEMA Topper Campground的日归位露营 让身无露营装备的外国旅人,也能轻轻松松享受露营的乐趣 好,我们接下来两天要入住的是这一栋Building叫浅间NOW AN 它是有四栋VILA形态的一个Building 我们今天住的是D-Done D-Done应该是它这边针对富士山视线没有被遮蔽的一栋 首先的话是整个VILA前面有两个可以停两台的停车位 D1跟D2 因为这一栋VILA是可以入住六个人 所以其实你开两台车也没有什么问题 那它入住的部分呢,是采取SELF CHECK IN的方式 好,那我们这边就是先打密码进去 好,打完密码之后呢,进来的这个玄关的空间 那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脱鞋子 那脱鞋进来的这个空间呢 看起来就是有一个自动CHECK IN的机器喔 那因为我入住程序已经办完了 这边就不再累数了喔 那这边有一个小的吧台椅 可以坐在这边填写一些入住资料 那如果说你是有在线上先做CHECK IN动作的话呢 这边就是按一按就结束了 不用再去写这些东西 会因新冠肺炎喔 所以其他有标准配备的一个测体温的机器 跟一个酒精的spray 第一来一进来看呢 这边的话就感觉上是有三间房间喔 我们先来看一下喔 这是第一个房间的房型喔 看起来就是有两张单人床 那这个房间呢 看起来是面对的三侧喔 OK就是我们刚刚在外面拍开始的那个影片的地方 房间里面呢就是标准配备的有冷暖气机喔 冬天来入住的时候呢 这边的气温是非常低喔 所以一进来就先把暖气给打开 那这边有个垃圾桶 然后这边就是一些衣柜啦 那衣柜应该是一开始都是空的啦 好那我们再去看第二个房间 好 进来的右边的第二个房间 配置跟刚刚那个房间看起来类似喔 就是一样是两张单人床 一样有配备有冷暖气机 那以及衣柱喔 那衣柱应该跟刚刚那边一样啦 里面应该都是空的 这一个房型的窗户看出去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另外一边的停车场 那再来呢 右手边这边呢 就是像厕所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厕所 没错这是一个狭窗型的一个厕所 配备标准的免质马桶 然后有一个对外窗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房间喔 那这个房间房型看起来就稍微大一点喔 那基本上也是配置两张单人床 那只是说他有加这个床板给他架高 好摸摸看他的这个 好一样是弹簧充电 上面有冷暖气机 这边对出去的方位是 喔没错喔 这间是房间里面就看得到富士山的喔 今天下午的富士山其实被云雾所包围喔 那我们来看看明天早上会不会看到 比较清晰的富士山吧 这边也有一个衣柜 好衣柜里面应该也都是空的啦 这间看起来算是比较偏向主卧的方形喔 所以他上面有附一个阅读灯 那这边其实也有一个清晰灯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接下来就往二楼移动 看看二楼有什么吧 这边二楼的空间上来呢 这边有一张八个人的一个大桌子喔 一些information都放在上面 这边呢就是日本家庭必备暖桌喔 那这个暖桌呢就是很常看到 日本人在新年的时候会聚在暖桌这边取暖喔 然后吃着蜜干喔 那我们等一下去超市看看蜜干可以买 那另外这个空间也有配备一台冷暖气机 楼梯上来这地方是有一台电视喔 那边有一个加湿器 然后我们就往这边看喔 然后这边是一个简单厨房的空间喔 有一个烤箱 微波炉 连热水瓶都有 热水瓶 然后煮饭的饭锅 看一下底下要什么 底下就是一些清洁的一些被瓶 抹布之类的 在旁边有一台算不小的冰箱 上面一个冷冻库 看起来已经结霜了 那下面是冷藏的空间 那它也有附四瓶水 那这边的话就是保鲜膜 跟铝箔纸 它都有附喔 那餐具餐盘 这边一应俱全喔 那你看也有一些碗啊等等的 这都可以使用 那看一下下面这边也是一些 挂很瓢盆的东西 看起来维持的还不错 那这边也有一些儿童的杯子 这边的话有一个简易的IH爐 上面是臭油烟机 那IH爐底下 应该是一些主物空间 放的是锅子 所以你要在这边 通煮食物也都可以的 旁边这边是洗碗的沥水盘 抹布、砧板、拆刀 这边有一个琉璃台喔 然后有洗碗筋 这边看一下 抽屉 筷子、刀叉等等 湯瓢 然后铲匙 这些都有 一些厨房用具 下面这一格是没有东西是空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琉璃台下面有什么 一个洗菜的沥水栏 很酷的是它这边有附一个儿童座椅 整个厨房空间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二楼还有什么 这边看起来OK 也一样是厕所 是一个免制的一个厕所空间 然后这边有一个应该是 工作人员使用的储藏室喔 它理物上应该是锁起来的喔 所以这边是我们不能进去的 那另外 要往卫浴的方向移动 这边可以看到它放了一台 这应该是洗脱烘的洗衣机喔 在这里 所以洗衣服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然后这边有一个 还算蛮大的一个洗面台 那备品都放在这个地方喔 放了非常多非常齐全喔 毛巾的话就放在下面这个地方 所使用的毛巾都在这里 然后上面这边的话是杯子吧 对杯子 就是如果你要刷牙或干什么的话 就可以用这边的杯子 吹风机 吹风机这个 看不出来是什么牌子喔 使用看看才会知道说它的风力强不强 那这边有插手纸巾 好那这块我们往这方向看喔 这边就是它的卫浴空间啦 有一个还算蛮大的浴缸喔 那这边的话就是洗澡的空间 跟洗澡的一些被瓶 都在这里 然后这看起来 它有在流水出来 我不知道这是正常的 不是正常的 浴室空间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这也是从暖桌这里 望出去的富士山喔 也是非常大阁 来看一下啊 住在这个前建老安的阳台 望出去的视野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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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住的富士浪安喔 就是这个新昌富士浅尖神社 也是中灵塔的入口处的位置呢 这个入口处的位置呢 再往上一些些的地方喔 白色建筑物就是我们住的Villa D-Done 非常醒目的Villa 好 我们来看一下喔 这是我们所住的浅尖浪安 D-Done 好 这是我们所住的D-Done 那旁边这些是A-Done 它后面也其实有两栋 它的视线 V D-Done的视线应该是最糟的 会被前面这一栋遮到一个小角 它C D-Done可能也还OK 因为你看它的窗户也是 旺过去是富士山 但可能会有 这个屋檐会有些挡住 浅尖六安旁的新仓富士浅尖神社中灵塔 是观赏富士山的绝佳地点之一 因为它位于海拔高度876米的山顶 可以一览无疑的欣赏到壮丽的富士山景色 好 往中灵塔的部分呢 其实是可以走这个斜坡道的 斜坡道会比较平缓一点 那如果体力绞成好的部分来说的话呢 就可以走这个400街的楼梯上去 想拍到美丽的宝塔和富士山同框的游客非常多 入住浅尖六安的绝佳优势是 可以趁天刚亮时直接步行上山 除了可以避开人潮 清晨的光线柔和 可以避免霓光拍出非常漂亮的美照 在春天 当樱花盛开时 中灵塔也是观赏樱花的理想场所之一 从塔上浮看 您可以看到樱花的花海一直延伸到山脚下 美不胜收 相较于人潮拥挤的河口浅尖神社摇拜所 天空能鸟居 我们更推荐中灵塔这个景点 本次入住浅尖六安三天两夜的金额 卫星台币12000元左右 相比红系诺亚富士 算是非常优惠的价格 check-in的隔天 我们攜带一个从台湾带去的蜘蛛炉 以及浅尖六安的锅碗瓢盆 出发前往日本露营圣地 位于靖岗县富士公市招务高原的 Fuma Topper Campground 来一场当日来回的未露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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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蜘蛛非常好 好 ρο 瓜快 ok and quick pack please, quick pack quick pack yeah 謝謝你 OK 請客 20VM yeah, I know OK Thank you OK, thank you very much 這是這個遊律camp的其中一個場景 這邊應該是自己學的 要在那裡 找的可以看出事山的地方 中間那一棟聽說是後來蓋的洗衣 那個也是沒有搭檔 但是那個應該要走 好像是假白鹿 這個樹還有像那個樹 嗯好 那裡有一頂 那是那一頂 喔你在幹嘛 水場 這裡也有水場啊 YES 有布林 對啦 這個樹線好像還不錯喔 那裡有可以洗手的 okok 對 要在這裡 夾東西 你們要先加高麗菜齁 好 先加高麗菜 ok 當雞笛 然後這是菠菜 都洗好了 到這邊就不用再洗囉 用一些 因為我們有筷子 可以文明一點用筷子 加一些大蔥 等一下好了 下次要煮很久 可以先丟 我們來一些菇吧 就是五菇 五菇也拖一些進去 高麗菜 高麗菜 這邊一些高麗菜 旁邊一些菠菜 走一下 開這個角落 然後再一些 香菇 在中間 然後下一些 丸子類 大塊的先放 再放小顆的肉丸 雞肉丸 小顆的雞肉丸 對 要讓他們群聚一下 沒有群聚看起來不好看 群聚 群聚在一起 這盤先給它下完 自己把一個 紙袋在旁邊當中設袋 好 那我們就 它都可以 繼續開火 因為這邊 風有點大 怕會有封殺 所以就用保鮮膜 先把它蓋起來 然後 加點水 我們加一些水進去 好 第一輪 食材大概就這樣 好 好 這個露營區呢 聽說前面這個是新蓋的喔 那中間的地方可以洗一些網盤蔬菜水果等等 然後兩邊是廁所 那整個營區裡面 車子都是可以開進來的喔 那但是車子限速是10公里 所以請不要開太快 那我們剛剛是在這邊吃火鍋 在這個樹下 現在富士山整個都被雲城所擋住 所以看不到富士山 然後如果有粉火台的話 這邊看起來也有在賣 粉火用的木材 這樣子一片是 一袋一回物板 但是看起來沒有裝袋啊 它大概都是像這樣子很高的開始喔 那個角度啊 這邊有一些販賣機 然後這裡有賣一些什麼餃子啊 拉麵的販賣機 冷凍販賣 所以是你買回營地自己做 那麼大的木頭是怎樣 拿來批來 少採用 那邊是新的販賣部的感覺 對啊 這邊是販賣部 我們來看一下販賣部裡面有賣哪些東西喔 馬斯如果沒有帶的話 這邊有在賣 一瓶兩百塊 我也不知道貴還便宜 然後這種企劃式的也有 企劃燈的那個燈芯 看起來也是有的 一些電子啊 手套啊 一些免洗餐具 看起來都有 還有免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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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營免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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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後如果你的肉餅帶不夠的話 他這邊也有賣三堆的肉餅 這個草原是往下斜下去的 所以基本上各個地方搭帳飾也應該都不錯 那可是現在富士山已經被原車住了 看不到了 回程可以順道前往本七湖 來場搖曳露營的聖地巡禮 參觀第一化 至魔林與各務員福子相遇的公廁 以及浩安露營場 天氣好時 可以拿著日幣千元鈔票對照本七湖的美景 好啦 本次的富士山最強玩法就介紹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訂閱 按讚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介紹你所有的朋友 支持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找到我們可以的